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17集 线索断了 周府 黑漆大门紧闭 宋亭丰在许七安的睡意下 跨上台阶来到门前 砰砰的拍打 开门 打个人板 里面传来苍老的声音 百户老爷生病 不见客 回去吧 宋亭丰再次拍门 在里头装死不响应 当老赖 宋亭丰冷笑一声 一脚蹬在大门上 砰的一声巨响声里 拾木大门 分崩离析 碎木乱射 一个穿青色不衣的老头 战战兢兢的躲在远处 神色惶恐的盯着不速之客们 留两个人守住大门 其他人跟李阴罗 杨阴罗进去 许七安大手一挥 命令铜锣们冲 自己和楚彩薇留在后边 楚彩薇歪着头看她一眼 你是主办官 你怎么不冲 山海关国阵的时候 你见过陛下冲锋陷阵的 许七安回了她一眼 楚彩薇哑口无言 明知道她说的是歪理 但不太聪明的脑子 暂时想不出反驳的说辞 她板着个脸 本来想送你一粒大粒丸的 算了 大粒丸 正好补一补你的身子 气血窥空成这样 身为术式体系的风水师 她治病救人的时候 许七安还在院子里 撸石锁呢 只看许七安的气色 就知道她现在呢 亏得厉害 给我一粒 晚上请你吃饭 许七安用肘子捅了她一下 楚彩薇嫌弃的退后几步 从陆皮小包里 摸出瓷瓶丢过来 够你用一段时间的 铁骨铮铮的楚彩薇啊 许七安就喜欢 这么有骨气的女孩 一边往里走 一边倾倒瓷瓶 刻了一粒褐色的丸子 丸子一股怪味 嚼了几下之后 便涌起了心了 许七安胡伦吞下 几秒后 感觉胃里边暖洋洋的 非常舒服 脱力的感觉 也恢复了不少 事先声明啊 我这是绝学 带来的负面效果 并不代表 我是阮小二啊 阮小二是什么东西 不不不不 不是好东西 边走边说 来到了内院 李玉春和杨风迎上来摇头 人不见了 后者补充 府里之前的东西都搬走了 宋廷风当即把老门房揪过来 刀架在他脖子上 周赤雄呢 白虎老爷他 他带着夫人和少爷小姐们 出城醒亲去了 那你为什么说他生病 白虎老爷这么交代 小人便照说 老门房脸色惶恐 双腿发抖 不像是说谎 什么时候走的 祭祖大典 结束当天 门房咽了口唾沫 哀求道 白虎老爷犯了什么事 这小人不知情 不知情啊 不知情啊 许清安摆了摆手 示意宋廷风放了他 自己领着人 重新进了屋子 一间间的搜查过去 除了一些 比较珍贵的古董 字画被带走 府上一切陈舍 都完好如初 李玉春沉声说道 周百虎逃了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 许清安看了眼出彩薇 鹅蛋连美人 竟然鬼使神差的 盖他到他的意思 偏然的月上屋顶 睁开了轻光流转的明眸 扫视着周府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是为了找人 而是搜索一些其他的东西 重点在花园和石井 片刻后 楚彩薇月下屋顶 府上没有藏尸 见来也没有人死在这里 也可能被特殊手段掩盖了 你们可以决第三尺 搜一搜 没必要了 死也好逃也好 这条线索都断了 不过 八城是逃跑了 因为府上的人亲眼看见 周百虎带着家眷离开 带人走出了周府大门 闽山带着几名铜锣赶了过来 来不及勒马 一组到点之后 周百虎便请了长将 他见众同僚一脸郁闷 心里一沉 逃了 杨风吐出了一口浊气 许清安刚带人离开 刑部和府衙的人策马赶到周府 见到坍塌的大门 心里当即一凉 招来府上下人盘问 得知大更人刚刚扑了个空 周百虎早就逃出京城 两个衙门的人心里莫名复杂 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惋惜 黄昏 刘公公赶在城门关闭前 回了皇宫 在儿子们的服饰下 换上便服泡了澡 正喝着饭前茶水 一名小宦官匆匆进来 细声细气 干爹 陛下派人来请 刘公公捏了捏 没心没好气的说道 知道了 他喝了口水 招呼儿子更衣 换上了蟒袍 刚踏出门槛 忽然想到了什么 给咱们把卷宗拿来 今儿咱家带回来的那个 小宦官回屋去取 一路来到静心点 通传之后 被领着进了殿 见到了穿道袍 长须飘飘的远景帝 远景帝没打坐 也没办公 手里握着书卷 思绪却不在书里 远景帝与其平淡 刘柔 朕派人督促案情 这都一天了 有什么收获 刘公公心里一灵 他在宫中当差几十年 深知远景帝的脾性 他越是这幅姿态 心里越是烦闷 问案情是假 陛下这也是要发脾气啊 刘公公一阵后怕 随后又是庆幸 心说 幸好早有准备了 幸好今日还真有所收获 陛下 这是今日案情汇总 奴婢正要呈给您看 刘公公从袖子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 远景帝的贴身大太监 手里托着浮尘 走过来接了册子 恭恭敬敬地递给远景帝 远景帝把书搁在一旁 接过册子 宁神细看 看着看着 两条眉毛就扬了起来 眼神中的怒火在酝酿 远景帝 远景帝怪责 通篇废话 刑部和府衙的人越来越不中用了 他扫了一眼 刘公公吓得对方身子一抖 远景帝把侧子摔在一旁 语气没有情感 反而愈发的渗人 大耿人衙门那边呢 刘公公脑袋低垂 细声细气 陛下在后面呢 远景帝眉头一扬 重新拿起册子 继续往下看 看着看着 他紧锁的眉头 不自觉的舒展 眉宇间的急躁 也慢慢连去 竟看得专心致志 远景帝从侧躺的姿势 转换成端正的坐姿 他的脸色越来越凝肿 目光也越来越锐利 两名大太监 不自觉的放缓了呼吸 既害怕惊扰陛下 也害怕出眉头 到最后 远景帝放下侧子时 修道二十年的先锋道骨 荡然无存 只有人间帝王的威严与灵力 刘公公额头 已经浸出冷汗了 他原以为陛下会满意 但看情况 似乎起了反作用 阿六 远景帝脸色如宁冰霜 语气严肃 太康县令独职 大黄山周边恢复死伤数百人 革职 收下大佬 明年秋后出去 不压不可律庆 提拔为六神门总捕头 他没有提许清安 因为许清安本身就是戴罪之身 他的业绩提成要放到最后 奖励就是他的命 奴婢领命 刘公公如实重负退了出去 离开静心殿 他一言不发的带着小宦官回了住处 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灼气 虽然不知道陛下看了后文 脸色反而更难看 但根据陛下的口谕 后边的内容应该是让他很满意的 陛下心情阴郁的是其他事 静心殿 远景帝站在窗边 沉默了许久 通知下去 解除内外城的成绩 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我们下期间 请订阅